你讨计了舞蹈,中国舞蹈,在北京舞蹈学院。 你讨计了舞蹈当时13岁。 你怎么讨计导演员和演员呢? 其实我从小,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当一个演员。 当我学习舞蹈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大的理想, 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进到省里面的歌舞团, 去做一个舞蹈演员。 如同我们小时候学习舞蹈一样,没有任何的创作性, 都是在重复重复一直在重复。 后来我当时就没有选择北京的团, 就回到了山西大学做舞蹈老师。 当我在做舞蹈老师,一年之后,突然有一天, 我的教室里面来了十个男人,全部都是男人。 然后我的戏主任跟我说,他们是要拍电影, 然后希望能看下你的学生。 我说好,没问题。 然后我就在他们面前给学生开始上课。 然后下课之后,副导演过来跟我说, 这导演希望能够和我合作。 就是为什么我对你来说。 为什么我对你来说。 去到深圳世界之窗的舞蹈团做舞蹈演员 是我在我的中专第五年的时候去做的这样一件事情 是学校派我去实习 我觉得当我第一次去到深圳的时候 我觉得带给我的是潮湿的空气 新鲜的花朵 真实的花朵 不是假的 因为在我们山西是空气非常的干燥 因为工业所以空气污染比较严重 我很少能够看到新鲜的花 可是在世界公园 我手里切都看到了 我觉得我每天美得不得了 然后每天穿的非常漂亮的演出服 就如同世界里面 我穿的印度的服装 浓妆艳抹的 非常漂亮 但是这种开心仅仅过了有大概也就三个月的时间 我就突然发现我今天过的日子和我来到世界之窗的第一天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的 当我快走的那一天我也意识到 我最后一天和我的第三个月的第一个天也是一模一样 整个在世界公园里面的生活没有任何惊喜 没有任何能够让我兴奋的地方 只是在不同的重复重复重复 当我拍世界的时候 我再次大概六年之后 再次回到世界公园的时候 我看到了我当时的同事 我非常的对我来说 我非常的难过 或者说我非常的不能接受 因为他们一直在重复这样的生活 大概过了一时 所以当我在拍摄世界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导演在片中所想表达的一种东西 我觉得那样的一种困惑 或者是我年轻的时候 或者我年纪小时候 所不能够体会到的 但是当我进入到这个世界公园 重新做一部电影的时候 我才能够体会到在园子里 在园子里人的那种困惑 而正好我把这种困惑 带到了赵小桃的身上 因为我是很注重空间的一个导演 比如说我会拍到三峡的那种 拆迁的县城 会拍到三峡的一种一个小的县城 我觉得赵涛有一种能力 就是说他很快地能够跟这个空间融合到一起 就是说当他出现在这个空间里面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游客 他是一个在这儿生长生活的人 那么怎么样能这样 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通常所说的 他愿意成为其中一个人 不像一个游客 而是他愿意认同于那个小城 小镇那个地方的人 这是一个情绪 但是最主要我觉得他有一个想象力 实际上他是需要想象力的 所以一直跟他合作 就是发现每一次拍片的时候 他都能给我在空间里面 他的一些表演方案 会让我整个电影的空间的气氛更好 世界里面有一天我们拍一场戏就是讲赵涛岩的这个女孩子 他从公园跑出来 跑到一个北京有很多地下的旅馆就是地下室 那么在拍的时候我跟摄影师我们俩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说怎么样告诉观众这是一个地下室 因为我们并不是我自己并不是很喜欢那种就是很所恨 比如说拍他怎么一步一步走下地下室 那么就想用一个更直接的方法来呈现 我们在商量的时候突然赵涛想到了一个方法 他拿出他的手提电话 他在找这个讯号 因为在地下是讯号很差的 那我觉得一下很惊喜 因为你会知道他的这样一个动作的想象 帮助我们解决了解释了这个空间 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灵感 其实从2000年开始跟导演跟家道开始一直合作 一直到现在 在这十年当中我通过一步一步的电影 开始让我自己一点点的成长 而通过一部电影的拍摄 让我开始了解电影 热爱电影 我觉得最终它将成为我最重要的一种生活方式 之中的在工作当中这些默契 我觉得最重要是我对于导演的信任 因为从一开始对导演的不熟悉 到后来对导演以及对整个电影的认识 我觉得导演一直会带给我们整个工作室 所有工作人员一个理想 一个方向 就是让大家去面对真实 去拍摄真实 而让这些真实去感动大家 我觉得其实我没有说是只拍假导的电影 原话应该是假导所有的电影 我都会积极参与 пал也被积极了 你看到了 这些刀就像是使用没полне 去看清阂 你还そう 你还好 motivo 我然后尽管很еп azague Hoskin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